大家好,我們來到五間總結環節 今早內地匯心涼市低開,其後走高 鋼鐵板塊表現出色,而石油股與黃金會出現回調 上升指數半日三報3033點,升上11點 深信城市升上108點,報13,033點 匯心300指數升上13點,報3347點,起碼恆生指數 跌了323點,報23,980點,成家有424億 國企指數跌了247點,報13,436點,起碼藍籌股 匯控83.6跌了8號,中移動72.95跌了4號半 中國銀行4.35跌了1號1,工商銀行6.53跌了1號2 建設銀行7.34跌了1號 港交索181.7跌了1號3,新地126.3跌了1號4 長銀行128.1跌了8號,中銀行24.6跌了7號 中銀行29.65跌了5號 中海遊19.78跌了6號7,中殺化8.1跌了1號4 中旅7.65跌了9仙,中海外16.42跌了1號8 騰訊193.9跌了6.3 中觀看,港管金屬根材外圍下跌 恆生指數低開160點,其後跌幅擴大 走在23,900點的流上 藍籌股保片下跌,由於油價下跌 石油、石化股有沽額 中海油編號883,同軸石油編號857,曾經下跌3 而資源股、總資金融股和保險股保片下跌 當中財險編號23.28,曾經跌2% 而泰保編號2.601,曾經跌2% 看完大使,以下時間加分給Lichon 謝謝 好,謝謝Sandy 初下身邊的嘉賓就是要財政券分析員李慧嫻 Hannah,你好 Hannah,我們看看大使表現 看到大使半日收市的時間跌了323點 到23,980點 見到國企指數跌了247點 到13,436點 今日港股跌穿了24,000點重要的心理關口水平 其實調整算不算大的幅度呢 調整方面的幅度我自己覺得不算大 因為要知道3月17日的低位22,123點 升到昨天方面的高位已經超過24,440點 其實上升幅度已經超過23,050點 意味著說,今天和昨天方面 就是有一個幅度加上400多點的回頭 其實只不過佔在升幅來說,幅度是兩成而已 所以其實看回,就算今天以最大跌幅計算 360多點來計算 其實看回,跌幅也不算太大 目前來說,其實港股都仍然處於一個超買的情況 所以我自己預期,調整有機會可能會深一點 因為其實看回,外圍方面的消息 其實都是,今天來講 都見到一個理淡消息出現 就是說,日本方面的核危機 其實是進一步升級 講的已經是升到,就是7級 這一方面,其實令到 就見到資金方面 開始有少少流出港股的情況 這個情況,我自己比較擔心 港會轉弱的話,即是意味著 其實資金流走 其實要知道近來來說 這個升市來說 其實都是由資金主導的 所以其實看回,資金流 其實是判斷了 港股究竟是升是跌的一個主要因素 所以看回,今天來講 看到有資金,就是少少外流的情況 令到港股方面轉弱 如果假設,就是看回 如果資金外流的情況延續的話 港股方面,有機會 進一步測試低一點點的水平 可能就跌回到,若是23,500點 而講的23,500點 一方面,就是靠近黃金比率的 0.382方面的調整幅度 而另一方面,也是貼近 就是日後來講 那條20天線,就是過幾天 其實將會升到23,500點左右的水平 所以看回,下一個支持位 其實是23,500點 而今天來講,見到 港股都仍然是守在十天線之上 所以未來方面 就是未來幾天的港股走勢來說 都要看回,就是港匯方面的走勢 如果港匯進一步轉弱的話 下一個支持位置就去到23,500點了 好,謝謝 另外,見到國企指數方面 今天都跌了247點 去到13,436點 跌了接近2% 其實之前幾間大行都唱好 H股指數的表現 就覺得現階段應該吸引H股 有一個大型的反彈 其實見到今天股價整個指數跌了下來 你又如何看國企指數的走勢 看回國企指數,其實走勢 我自己會看好過恆指 其實為什麼呢? 其實看回國企 大家清楚 國企指數 其實主要的股份 都是一些中資股 而看回內地方面的企業 其實盈利增長 是較半綱企業來講 其實更加理想 再加上 就是看回除了企業盈利增長 這個因素之外 還有一個因素就是一些國賊受惠股 其實見到 今年來講就是十二五規劃的開局之年 其實看回 接下來預期都會陸續有一些新的新聞 陸續有一些新的政策 利好政策出台 這一方面都會提振到 受惠板塊的一個股價表現 所以看回 基於盈利增長 再加上就是國賊受惠的因素 還有本身國企來講 它的股值也不算低 只要是 任務是十四倍 十三至十四倍的PE 所以其實股值也算是吸引 所以其實接下來方面 我都會看好國企指數 多於恆指的 好的 謝謝Hannah 另外我們見到 今天內險股顯著下錯 看看今天的表現 看到半天來講 國秀跌了五毫 跌穿了30元的位置 跌了29.6毫 平保跌了1%接近 跌了8毫 報84.1 財險方面 現在跌了接近1%跌8 報9.7毫 泰平跌了接近2% 跌了2% 跌4毫 到22.05 泰保跌了超過1% 跌5毫 報33.6毫 今天財險見到最多跌超過3% 其實整個內險股走勢 是不是都會繼續跟著大市 呈現一個疲弱的狀態呢 其實看到內險股方面 近來來講 似乎的走勢 就是跑輸大市 其實看過去 縱使有一個加息的新聞出現 但是對內險股方面 似乎的刺激作用 相對來說是短暫 其實看現在內地來講 保險股 都是呈現了 就是現在本港上市的內險股 都是呈現了一個弱勢 所以看當大市調整的話 這些弱勢股 它的調整幅度 有機會較大市為之深 所以短線來講 我都預期內險股的走勢 有機會繼續會跑輸大市 好 麻煩你了 另外 今天除了一些內險股 跑輸大市之外 見到整個板塊整體下挫 今天見到內銀股方面 走勢都是比較疲弱的 見到四大罐有銀行股 今天都是下跌的 見到建行方面 跌了超過1% 去到7.34 而公行方面 跌了接近2% 跌1.2 去到6.53 中行都是跌超過2% 跌1.1 去到4.35 農行都是跌超過2% 跌1.1 去到4.42 見到交行 跌6仙 跌8.43 招行跌4.5 跌20.75 信行方面 跌1.2 跌5.64 民生銀行 逆市上升 升5仙步7.5 重慶龍村 銀行跌4仙步5.28 見到整個板塊 基本上都是下跌 只有一個民行 逆市上升 升少少 其實是否見到 之前內銀股升得太多 一個顯著的回吐 是正常的呢 看回內銀股方面 見到 過去的3天 走勢都不算太理想 普遍來說 其實都有一個回吐的出現 再看回內銀股方面 其實始終市場方面 對於內地抽近銀筋的憂慮 短線來說 都仍然會困擾內銀股方面 股價表現 令到它的走勢來說 相對大股來說 是會較為弱的 但其實看回再從一個 價值的投資角度去出發 其實現在內銀股的股值 相對來說 算是相當吸引 例如四大陸國有銀行股方面 其實它們的PE 其實約摩10倍左右 再加上市場率方面 也是約摩處於2.2倍以下 其實這個水平 是低於歷史的平均水平 所以其實從於價值投資出發 雖然內銀股的短線來說 仍然是疲弱 但其實已經屬於一個吸納的時機了 好啊 謝謝Hannah 這支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要問Hannah 剛才講過的股份 是否有遲 沒有的 好 麻煩你 稍後回來就是下午1點半 發達廣場的環節 會再和大家看看 下午港股的最新走勢 半日市來說 行指跌了323點 成交眼有425億 下午1點半再見